我要去擦水晶球 我也想擦水晶球 我擦 我去擦个水晶球 在哪擦 我有水晶球任务 水晶球真的 是这吗 是这吗 不是 这是帽子 是这 我能擦水晶 我能擦水晶球 我能擦水晶球 我这上面 我觉得我应该擦芒果的 我应该擦芒果了 我只有这一刀 我走过来 我还想踢 擦的是谁 那猫是芒果直接喊了一句 说擦出来的是我 那我没办法 我只能随便动一刀了 不然我敢如果就要死掉了 我擦的布物不 但我是好人的 我应该擦芒果的 芒果爆完我之后 他往人群里面钻 我抓不到他 我只能逮一个布物的 然后我现在到晚上 我直接派进警报 我是清派的 虽然我擦了个人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那考虑你怎么死的 好过来 我只能说 阿渣 高手哄哄发言 是把全程跟名指 两个人站在预言家上面 的小厂口后面 偷看你们 这刀刷应该的 考虑你再拿死的 不清楚 不知道 没别的信息了 不 朋友们朋友们朋友们 现在全场替我发言 我预言家那里有一个黄点 我一开始走错了 我走到马戏团 去做了个谈帽子的任务 然后做完谈帽子的任务之后 我发现我有擦水晶球的任务 首先出去能看到我的进入条 那我才是全场唯一 真语言家 那么问题来了 我还没擦那个水晶球 都要出去擦一下 我下号机 能不能赶紧这一把结束 我在这一轮发言结束 我要出去擦水晶球了 过 等一下朋友们 我是真语言家 为什么呢 上一把就有卡开和布布 还有一个不知道谁 反正有两个人都能擦 卡开说他也能擦 你们在等下听卡开发言 反正我擦出来就是崔姐 而且崔姐被我说完之后 直接恼羞成怒 怕你都把布布给砍了 你这点什么好人 崔姐 过 带带鸟 我觉得他要带带鸟 带带鸟 带带鸟吧 我是觉得反正现在有汗跳了嘛 有汗跳 怎么说呢 但是猫不上王狗的叉杀 他确实有狼行为 是动了一刀 那动了一刀黄芙芙呢 这黄芙芙 但是我感觉黄芙芙也不是太好 也不是说特别坏的一刀吧 然后阿萨奇这个游演家呢 他也没抱怨人 我觉得有叉杀先走叉杀吧 不行我们先骂 创影真实吧 我过了 我觉得猫不吃芒果说的非常的对啊 因为猫不吃芒果 过了 但我为什么觉得是芒果无赖小崔 然后小崔有刀 然后不刀出来很难受 他是一把这样的好刀呢 不是说不相信水晶球了吗 怎么又相信了呢 我过了 打狼人杀怎么能没有位置学呢 这边角能没狼吗 那孝三能好吗 我跟洪洪两个好人 在水晶球帐篷后面观察你们 那边角我觉得边角有狼 我感觉孝三就一般 我过了 你又是呆呆鸟吗 那这我跟你说 边角 那你要这样说 布布和考莉莉 还有明子 还有猪猪公主 形成了四方形 然后这考莉莉和布布都嘎了 那明子和猪猪公主 是不是要开一朗 那是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 再去盘的 但是现在位置学不可行 我要点一个人 这个人在我脸上 把考莉莉刀了 然后这个人我明确知道 他一定是坏刀 因为他刀完考莉莉 他就走了 我已经想起来你是谁了 我已经想起来你是谁了 你慌不慌 你在前面发言 还没有承认 把他忘记是谁了怎么办 好像是 好像是又这样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 但是真的感觉是他 因为当时 名字和哄哄在上面 然后我旁边就是考莉莉油炸鸭 然后小区在左上角刀了布布 好像是他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 信任同主信任 然后他还没有人 他还滑水发言 我觉得是他 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老 反正这个水晶球里面擦出来的 不一定是坏人 因为上把我是游说者 然后我 我不知道水晶球任务一共有几个 但是我上把是真擦了 我擦水晶球的时候 我擦出来是轰轰 但是轰轰上把是正义 所以就不存在 就是我好人擦坏人这个东西 然后我刚把轰轰擦出来 我说我擦出轰轰 然后考莉一上来就给我一刀 那我没别的信息 先飞哥的吧 这两个你来过去 答应 真是受不了了 又是水晶球 又是位置权 这是额压刹 不是狼眼刹 全票打费全票 他凭什么 刀他妈的不不不不 打他 对 你当初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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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太对了 你说的太对了 C哥 我和芒果站在一起啊 不是我当初 我追死者 我追死者 就该推推解 说个猫 我站在芒果旁边 不是我当初 不许说专业术语 像 ICX也不许说专业术语 我去擦一下那个预言家 我擦一下水晶球 我头 你擦 他擦谁 擦出来NPC啊 我受不了了 哈哈哈哈 把C哥弄死了 我逼谁 哎 C哥 C哥 绝对改了 C哥 真实在 C哥 放手 坏人 怎么是预言家 把C哥给 炸弹 什么情况 我前面是谁 不是 我我我 我们一堆人跑着跑着 突然我身上出现了个炸弹 然后 C哥跟飞沙尔 C哥 就消失了 就死了 好像 完了之后 我报的是名字的尸体 然后我想说一下 好像被吃掉的 好像那个就是 就是可以吃的那个 是 孝三 孝三把 C哥吃了 哦 我知道为什么 突然死了 C哥哥 飞沙尔是链子 孝三醺虎吃了一个人 然后我报了名字的尸体 报警进来 两个人一起死了 啊 真是一对面 那个命苦的鸳鸯啊 那我们这把出孝三吧 啊不不不 如果有狼出狼吧 反正不知道啊 反正我这边知道的是 孝三是那个醺虎啊 过 啊 我觉得 猪猪可在那胡言乱语了 我不知道他咋了 他开始胡言乱语了 孝三吃人了 不是猪猪自己吃的吗 吃完之后把第二季水给爆了 我没有看错的话是这样的哈 呃 然后听孝安怎么说吧 我没有看错 应该是猪猪熬一口 就给那个谁给吃了 给谁吃了 忘了 反正我记不得了 呃 然后水晶球 呃 猪猪擦出来说是C哥 嗯 反正我擦出来是崔姐啊 崔姐 铁是个坏的 包坏 C哥不知道他是个啥东西 管他 反正哥们擦了崔姐 我过来 说的什么玩意儿芒果 就是我吃的 还猪猪吃的 我没看错的话 什么玩意儿 下一口就吃你 然后呢 但是虽然人是我吃的 但是我吃的是越加的杀杀 我觉得我们出谁 我看到了 我们那一圈一圈的 跑的时候 我们追C哥的时候 尤大亚偷了一刀 名字 给名字整死了 我吃完C哥 杀给爆名字的尸体 然后给谁 给谁拉死了 我给沙姐拉死了 我觉得出尤大亚 先出个狼 对不对 我好歹 我吃的是宣家 啥啥 下一口就吃你芒果 你这个带带鸟我过了 关我什么事啊我过了 什么牛子 这个 再不要投下山上带带鸟银 他投了吗 出孝山 嗯 啊 我投票给孝山了的 谁那一投的啊 三个计票 卧槽完了 有咋样他妈呀来杀我了 我大概 救命啊 救命啊 我跟你说场上一大哥 啊 哎 哎 哈哈哈 水晶球不能信 不不不 我俩是链子啊 链子也不是坏人啊 链子算中立 他说 猪猪 链子算中立啊 链子是两个好人 你听你对象瞎说 链子不是能独立吗 不是 不是不是 刚刚芒果也说他 我大老虎能吃肉 我大老虎能吃肉 能吃肉 我在老虎吃肉 我大老虎吃肉 他寻求摸到其他人 但他是摔了鸟 我大老虎吃肉 他没有 他乱说的 我真是正义 他也是给我歪命的 说实话 哎 真的水晶球是真的可以 插出坏人吗 这全部坏人 好像 不不不 不会是 坏人也会乱说水晶球 因为因为我 因为我 我插出轰轰了 轰轰是好的 我是好人的 我游戏者 朋友们别说双业术语了 我游戏者 他父他正义 对对对 你们说专业术语 我怎么头脑灰灰 说实话 怎么查